你好 欢迎收看4月28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蕙 花联县第63届国民中小学科学展览 28号在中正体育馆盛大展开 参展作品分了七大领域 各校展现一年的研究成果 随后下午进行颁奖 以及为代表全国赛的队伍授旗典礼 期盼为花联争取全国夹击 去年花联县第62届国民中小学科学展览 共计95件作品近400微师生共相胜举 第63届科展28日在花联中正体育馆盛大举行 参展作品分七大领域 同样吸引各校学子参展展现研究成果 也因为计算能力的增加 某种程度上反而弱化了同学推理的能力 因为有了工具之后 很多同学对一些数学现象的发现 都是用蛮力解决 就是透过计算机很容易发现新的数学的现象 但是对于新的数学现象的归纳整理 或者是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跟论证的部分 反而感觉比以前的案件有弱化一点的趋势 28日下午进行颁奖并为代表全国赛的队伍举行授旗典礼 现长徐中卫亲自出席 为获奖师升加免并期盼为花联争取全国夹击 整个资讯的网络非常非常的发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善用器具 善用一些科学 让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脚的肩膀上往前走 然而在从巨人的脚到肩膀上 这一段我们透过很多的简便简易快速化的学习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个起步去抓回我们这一块的空窗 这很重要 因为可能在未来的这个科展里面 或者在我们在研究的同时 你会少掉了这一块 全数参与作品将于29、30日两天 于中正体育馆对外展出 整场外围设有科学游戏闯关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国中小师生家长前往参观 一起欣赏华联孩子在科学世界的创意发挥 记者长方燕华临师报导